那裡有一個啊 對 有一個哪個 我看我看我看 警方帶著嫌犯一一指認髒物 這只有一個而已喔 那邊死去 那個就丟到水溝後 男子把偷來的錢帶走 包包隨意丟進水溝 試圖湮滅證據 而這些髒物全都這偷來 副駕駛座整片車窗消失 男子大肆搜刮車內財物 全靠螺絲器子敲破車窗 偷騙三台車 隨後把車窗丟去路邊 如果是這樣就會覺得不安全了 為什麼 因為如果隨機就有人去路邊的車子 其實蠻可怕的耶 因為民眾是跟我講 好像是集中到那個位置 就是公園的車子 事發在十二號晚間 桃園高鐵南路周邊 車主好端端把車停在停車閣內 嫌犯一看車裡有包包 動歪腦筋 下手心切 順利於四十八小時內 查獲六十四歲張姓男子 病情獲張證物 全案詢問後一切到罪 離請桃園地解處偵犯 張姓男子偷完錢騎腳踏車離開 先前就曾犯下多起竊道案 學不乖又行竊 偷來的錢大約一萬五全花光 還害車主得花大錢維修車窗 三十四晚視頻起陪錢 桃園